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喷泉叫做陆锦泉 是风丹所有水流的交汇之处 风丹的心 林尼特 会吓我一跳 是哥哥说要我在喷泉广场等你们的 不记得了吗 记得是记得 这里的人的确不少 你的意思是 你不要吓我 这大白天哪 怎么会有这么诡异的事 这样吗 我的确有可以分享给你的情报 那可能并不是幻听 是由于你对水元素的感知力过强而导致的 我们家也 水元素的感知力 他听到的是人说话的 你在什么时候会流下泪水 回答我就好了 特别难过的时候 嗯 好像特别开心的时候也会 或者特别害怕的时候 那你应该可以理解了 泪水 包含了你最强烈的感情 我刚才说过 陆锦泉是整个风丹所有水流的交汇之处 或许你听到的声音 正来自于某人泪水中的强烈情感吧 那么 你听到那个人说了什么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个人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与其关心那个人 不如先关心一下我的哥哥 别看他总是表现得很从容的样子 其实演出前他总会非常紧张 说的也是 我们抓紧进去见灵泥吧 他说 人类是从哪儿来的呢 行 从哪儿来的祭带 下半个温泥 人类是多了 不如罚一般 可以 刚才神 却存如 这 这是 好 是 平凡 有 是 相机 不 是 我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果然没有爽约啊 旅行者和拍萌 见到你们可真好 别开玩笑了 我们怎么会错过你的演出呢 我都已经期待好久了 我相信你 看你们来得这么早 正好 现在观众还基本没有入场 机会难得 我来给你们安排 歌剧院一直是专号专座 需要提前登记的 来 我已经登记好了 看起来是最前排的位置 谢谢你 琳妮 这没什么 不用这么客气 喂 琳妮先生 麻烦帮我看一下这边 知道了 舞台道具的布置那边 似乎有点问题 我的助手考威尔先生在叫我 嗯 我们两个就先去 自己的座位上好了 你的事情要紧 看座位号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我 呃 嗯 喂旅行者 我们是不是该跟旁边那个人 搭个话比较好 没什么人的情况下 座位挨在一起好尴尬呀 你 我就知道你这家伙 不好意思 我刚刚没有意识到气氛上的问题 有必要的话我们直接聊天就好 啊 你 你难道都听见了吗 你的耳朵好厉害 我明白 啊 不对不对 是我太不礼貌了 偷偷嘀咕这些 我们 我们还是聊天吧 呃 聊什么呢 哦 对了 你也来得这么早 而且也坐在最前排的位置 朋友 啊 如果林弥先生希望的话 我会十分乐意做他的朋友 那 那看来不是吗 哎 糟糕 气氛更怪了 哦 对了对了 我怎么忘了自我介绍 你好先生 我是派蒙 这位是旅行者 我们都刚刚来到丰单 你们好 很荣幸见到你们 我之前听说过二位的事 遵照礼节 我也自我介绍一下 那威莱特先生 您居然也闪光来看我的表演了 啊 林弥先生 能清零现场观看你的演出 应该是我的荣幸才对 纳维莱特 难道是 哎 我看你们刚才在聊天 居然还不知道 纳维莱特先生的身份吗 他是我们丰单的最高审判官 看 那个位置 一直都是纳维莱特先生的 啊 实际实际 我们刚才是有点太冒失了 原来先生你是这么厉害的人物 不用那么在意 最高审判官 也不过是个工作而已 哦 对了 虽然稍微有些不情愿 那边那个家伙 已经在高处的贵宾席位上 摆了很久的姿势了 就是为了让你们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他能展现出自以为最帅气的样子 嗯 你们还是赶紧注意到吧 不然他要沮丧了 水神福宁娜 他的表情好像一脸骄傲自满的样子 看来完全不知道你戳穿他的事 嗯 这样就好了 哦 这就是封丹水神 与最高审判官之间的关系吗 好了 各位在稍作片刻 我那边的准备也基本完成了 等观众都进场以后 演出就会开始 终于要来了嘛 我还没在现场看过魔术表演呢 真是气 都黑下来了 是不是演出马上就开始了 对不起 我小声一点 欢迎各位在百忙之中 造访欧碧克莱格剧院 我是今天的表演者 林妮 这边是我的妹妹 也是我最重要的助友 林妮特 来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别看他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这是他 随便吧 可能你们会觉得 我们这些拥有神之眼的人 可以自由使用元素利 变个魔术有什么难的 所以我在此做出的承诺便是 今天在舞台上发生的一切 都和元素利无关 无论是我 还是林妮特 都已经取下了神之眼 这下神就帮不上忙了 有道理啊 这就是魔术和魔术 相信大家都有些不耐烦了 表演马上就会开始 林妮特会暂时离开 不用想念他哦 他很快就会一 对了对了 还有最后一个注意事 请谨慎挑选 闸眼的时机 魔术师的看家本领 就是从有到无 从无到有 又由此衍生出万千变化 有这东西 三 現在的觀眾可不得了,這些傳統的魔術早就看膩了 我要怎麼樣才能證明我的獨一無二卓越不凡呢? 我準備了一道難題 在眾目睽睽之下,在這水牢之內 我要讓我的妹妹憑空消失 其實並不困難 只要把人變成泡泡,再讓他從水箱上飄出來 不是讓他們好好檢查道具嗎? 封上了蓋子,就連空氣都出不來 如果是初學者,肯定早就手忙腳亂了 幸好台上的是我 索性,就讓各位見識一下真本事吧 雷尼特,你還在嗎? 別去太遠,魔力用完就要穿幫了 嗯,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哇 哈哈 哇 怎麼回事? 發生了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看見 雷尼特不是跳進去了嗎? 怎麼就不見了? 又是怎麼出來的? 若是能輕易被我們識破 就說明他的技巧還需要繼續經濟 魔術的欣賞 應該集中在舞台上呈現的過程 反而不… 有道理 雷尼特出現的時候真的嚇了我一跳 好厲害呀 感謝大家的掌聲 剛剛的表演還滿意吧? 不過,我們的神奇之旅還遠遠沒有結束 我準備了能讓各位更加驚訝的瞬間 轉移與消失的魔術 在此之上仍然能夠進化 想必各位會認為 水香逃生的魔術就算看上去沒有破綻 但說到底 在這種情況下 我依然有充分的… 所以下一個魔術 我需要現場的一位幸運觀眾參與 來吧 麻煩我的同伴們 把充滿魔力的箱子推上來 像這樣的箱子 一共有兩個 一個在這裡 一個在觀眾席的中央通道上 想必聰明的觀眾應該已經猜到了 下一個魔術 被選出的幸運觀眾 會和我分別進入這兩個箱子 一分在場的每一個人 請盯緊你們視線內的箱子 哇,這…這要怎麼做的? 喂喂,你說淋漓她是不是真的會用法術啊? 這位幸運觀眾 會由這台選號器產生 它的結果完全隨機 就… 那麼… 我這就開始囉 我看看 喔 是第七排第三號的觀眾 恭喜你 能親身體驗這神奇的一分鐘 來來來 請我的同伴 將它帶到魔術箱的旁邊吧 不好意思啊 箱子裡的空間有點小 好 當我們為你做了精心的布置 希望能緩解你的緊張感 你什麼都不需要做 就算產生了某些奇妙的體驗 也千萬不要出來喔 魔術被中斷的話 我也不知道你會出現在什麼地方 說不定 會是梅洛彼得堡 好了 在我進入箱子之前 還有一件事 需要就像這樣 六十 五十九 五十八 啊 我在黑漆漆的箱子裡 什麼都看不到 喔 對了 可不要使壞喔 都這麼說了 我也想快點說 嘿嘿 算了 算了 看你們的表情就知道 信不過你們 六十 五十九 五十八 來 六十 五十 對對對 就是這個速度 五十四 五十 那位萊特先生 你不 我就在心中莫屬吧 現場的聲勢 這是身份與性格所知 不用在意我 那好吧 看你一臉嚴肅的樣子 四十 三十九 林寧先生 你還在嗎 這 不急不急 我還在確認魔力的方向 要是交換到什麼奇怪的地方 比如 從觀眾鞋的上面 化學這麼說 感覺林寧一點都不著急啊 啊 什麼聲音 你聽到了嗎 我也不知道 算了 反正在 二十五 二十四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林寧先生 我聽 我不小心把裝飾弄掉了 我想裝回去 裡面黑黑的 前後左右的分 已經沒時間了 裝飾都是小問題 標 那不行 我不允許我的表演有一點瑕疵 十九 哎呀 突發情況有點多 雖然我感覺你們越數越快了 但沒關係 一個一個數下了十幾秒的時間 鐵組 七 準備差不多完成了 哎呀 想交換兩個人 還真是個大工程 即便是我這樣熟練的魔術師 也不能保證一次就成功 喂喂喂 我在後面嗎 箱子裡面完全一樣 看不出來 什麼 又失敗了 我再試試 七 你們等等我呀 真是的 五 四 三 糟了糟了 這次不算 一 零 登登 啊 啊 啊 咦 怎麼回事 啊 啊 這 這也是魔術的一部分嗎 琳琳先生 你接下來就要把舞台復原對嗎 啊 怎麼 難道 真的是事故 那個巷子裡還有人 對吧 演出終止 醫護人員隨我來 警備隊保護現場 控制所有採掩者 暫時封鎖各局 說 說的沒錯 如果是事故 就要查出原因 如果不是事故 兩位不用慌張 我們很快就能調查清楚 發生了什麼 魔術箱裡的人已經不幸遇難 死者名為考威爾 是靈尼魔術團中的助演之一 舞台上的煙花 點燃了水箱上方的繩索 這是水箱墜落的直接原因 至於為何鄉中人是考威爾 而非之前被選中的觀眾 但在搜索之後 警備隊確認 那位少女宛如人間蒸發 此種狀況 就並非是單純的舞台意外 也兼有許多屬於 少女連環失蹤案的案件特徵 少 少女失蹤案 少女連環失蹤案 少女連環失蹤案 我記得是夏樓弟提到的那個事件 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哦 拿著這位技藝精湛 無所不能的魔術師林妮先生 不就是少女連環失蹤案的罪魁禍首嗎 為什麼是我 這完全就是一場意外 整個事件都在魔術表演的時候發生 少女被選中 然後消失 現在想來 開場所說 從有到無從無到有 不會吧 真的是林妮 她一直都在台上的箱子裡啊 還在跟我們說話呢 而且遇到她的時候她就說 想要抓到少女連環失蹤案的凶手 總不會要抓住自己吧 正便先到這裡吧 弗妮娜女士 你方才的發言 啊 我只是覺得她 弗妮娜大人剛剛的分析真的很有道理 看來她要親自主持正義了 隱藏在魔術之下的綁架與凶殺 居然被弗妮娜大人一語道破 啊 咳咳咳 我是說 當然了各位 相比顯而易見的真相 喂 那邊的異鄉旅人 你會伸出援手的 對吧 林妮先生上次可是幫了你一個大 哈哈哈哈 那就沒有問題了 各位 其實我和周 沒想到她竟然能在林妮的幫助下 和我打成平手 最沒意思的就是平手 你我之間總會分個勝負的 既然這盛況遲早要來 那她唯有出現在歌劇的最高潮 才撐得上恰 那時候明明輸了吧 我明白了 指控成立 既有指控 旅行者 伏妮娜女士將你視為對手 我們且無視她福 你是否願意站在林妮先生一方 為林妮先生辯號 審判將在一天後 林妮與她的魔術團作為當事人 全都需要留在歌劇院內 剩下的觀眾 可以在警備隊確認後 有一天時間實在算不上場 你這位聲名在外的大人 林妮 你們剛才被嚇到了嗎 那當然了 就在眼前發生了意外 有誰能夠被嚇一跳啊 是啊 連我自己也 剛才是當著大家的面 現在我們私下聊 說實話 你們覺得我會是兇手嗎 也是啊 就連我也搞不清楚情況 在別人的眼裡 我是嫌疑最大的罪犯 但我不知道舞台上的突發情況 是不是單純的事故 被選出的少女 為什麼會突然失蹤 這也無從得知 就算是充分了解這個魔術的人 也不可能在一分鐘裡做到吧 這才有調查的價值 就像書裡說的 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發生 發生了 那一定就有可能 我們在城裡逛街看書的時候 我順手就買了 感覺很帥 摩拉是我省下來的 可沒有偷花旅費 挺可愛的 你很懂嘛 嘿嘿 有道理 不過現在我和林妮特的一舉 多虧了你願意成為我的代理人 拜託你們了 好 放心好了 哦 對了 既然要調查的話 我有個問題 林妮你表演的時候 林妮 這個呀 這就涉及到魔術 魔術的秘密已經守不住了 林妮 也是啊 出了這麼大的事 哎呀 太可惜了 對魔術師來說 魔術表演是一 不過 如果這份秘密 能夠幫助你們找到事件的真相 要講解魔術 需要離開這裡 我們去和警卑隊溝通 好的 我們走吧 趁這裡的人還沒有走光 你 警官先生你好 請問你們的調查有進展了嗎 原來如此 你就是弗妮娜大人提到的異鄉旅人 那我醜話說在想 這是什麼 跟我來就明白了 死者是考威爾 是林妮的助演之一 雖然加入時間不長 但勤懇努力 大家對她的 助演的工作 一般是佈置與檢查道具 還有你們在觀眾席應該也看到了 水箱突然掉下來 砸中了箱子裡的考威爾 這就是令人困惑的地方 我們已經在調查了 可惜不過你們看 魔術箱的位置 正從事故的角度去審視 未免但如果這是精心策劃的事件 這些不止就能說通了 而林妮 可是她完全沒理由啊 你們都是她的好朋友嗎 也不能說是吧 但認識了一小段時間 認識了一小段時間 就能贏得你們的信任 我知道世上並不存在魔術 但我見過太多案件了 人是所有政務中最不可靠的 一種 抱歉 我說話比較直接 請你們理解成 如果你們好奇的話 也可以在罪案現場調查一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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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绳子里居然有这种东西 这不就说明 我来记 我来记 接下 您好 你们这是在调查什么呀 哦 因为魔术团的成员都被视为重点嫌疑人 所以这里也被封锁了 这里的座位都是预约制的 从预约名单上 我们查到了失踪少女的身份 没问题啊 这不是什么机密的消息 之后我们也会公开 请民众协助我们找人 她的名字叫做海尔西 封丹人 是一位化解 据说她是因为创作压力比较大 才到这里来看魔术团的人都表示不认识 简单来说就是完全无关了 和之前的少女连环失踪案的特别 以前的案件也是随机挑选目标吗 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的 好吧 你们客气了 如果之后见到了这位女士 请一定要和我们联系 针破少女连环失踪案 预约会很普遍 Aa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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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h Aaah Aaa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调查组那边有新的消息了 那个选号器果然有问题 是吧 你看我就跟你说 要是选到了一个男的 那凶手还要不要行动啊 抱歉打扰了 我们正在帮林妮和林妮特调查案件 你们说的选号器是怎么回事啊 帮他们 演出的时候 林妮不是选了个随机的幸运观众 后来那个少女就失踪了吗 我们当时就怀疑 那个选号器有很大的问题 马上就带回去查了 结果就发现 根本不是随机的结果 不管怎么按 她的结果 你们应该知道 无论是割据还是审判 要提前登记才会有座位 换言之 谁会坐在什么地方 林妮从一开始就知道 确实 我们的位置也是林妮帮忙安排的 现在知道 我为什么会说危险了吧 虽然对林妮很不利 但我还是记下来吧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无论凶手是谁 一定早有 为什么会是贪 少女失踪案总是这样了 我看你们在这附近调查吧 我正好也很感兴趣 如果有什么新鲜的情报 我们可以互通有无 是吧 我们目前还没有太多想法 那不如先听听我的推论 我觉得 这么想 没错 虽然声音不算大 但我相信大不 只是大家都在期待林尼的魔术 没往心里去 有道理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 说不定是林尼的同伙 比如林尼特 跳到水箱 看准了烟花炸开的瞬间 声音是不是太大了 可能是没站稳 摔得比较重吧 有道理 那不过他提醒我们了 那个声音是怎么回事呢 有道理 林妮还在和警备队员交涉 待会儿应该会有人陪同 对,就是你 准确说是你们 过来,注意你们 我们吗 是的,你们也是想要劈开荆棘追寻真相之人吧 而且看样子不是风单本 这倒是没错 你们是谁啊 你们应该不可能没听说过次媒会吧 调解纠纷,提供保护,解决难题 面面俱到央央俱全 而我,则是大名鼎鼎的自媒会先任会长,纳维亚 不过嘛,按我们那边的规矩都会称呼我为老板 侍从,希尔福,你们好 我是麦勒斯,幸会 平时我会负责大小姐生活起居等各项事宜 一会儿老板,一会儿又大小姐,怎么回事了 其实我是二代会长 麦勒斯他们还习惯以前的称呼方式 非常抱歉 如果大小姐更喜欢老板这个称呼 不用了不用了 你们也可以不用叫我老板哦 那我一样就行 哦,好的 不对啊 我们本来也不是错 这都是细节,不重要 我们还是来聊聊对这件事的看法吧 嗯,因为老板的一些往事 我一直都在关注少女连环失踪案 从现状来看 我觉得,灵妮并不是什么幕后黑手 真的吗?我们也这么认为 现在,那你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推断呢? 当然是靠我的直解 精准无比的直解 唉,那个芙妮娜 一下子就把矛头指向了灵妮 但她经常这个样子 那时候审判官打断她 问她是不是指控 就是不想让她过度发散 一旦有人指控 就算是开启了审判的流程 在那种气氛里 芙妮娜是绝不会退缩 听起来只是你不信任水神而已嘛 那你觉得呢 那位水神有趣是蛮有趣 好了好了,我回答你们的问题了 为什么呀?刚刚那个算吗? 嗯?我不管 放心啦 你们认为,把审判作为割据来欣赏 啊?这...这个... 原因呢? 我就说嘛,麦勒斯、希尔夫 这两个人绝对很不一般 大小姐的判断很准确 我觉得这位旅行者的回答非常精彩 无论众人期待的剧本怎样精彩 在这里上演的审判剧目 能做到这些的话 那老板... 好了好了,不用说那么多 总,我稍微准备一下 等会儿,我们一起去调查 喂,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哦,那我当你们的助手吧 哼哼,搭档也行 那还差不多 哼 听起来,像是我在为大小姐吹嘘 但她的直觉,或许你们不希望朋友被冤 有道理,这个伯伯还挺会说话 那这边的小哥,你怎么想呢? 看你一直不说话,好像心是... 我没意见 好,好吧 我们再准备一下 等会儿如果要揭晓魔术的时候 为什么会是她呢? 那个声音,我们都听到了 不好意思,目前歌剧院不可以自由出入哦 想要离开的话,先请做身份登记 啊,不是的 我们是灵妮和灵妮她的代理人 正在做...你一直都在这里开门吗? 嗯,从最高审判官大人下达命令之后 所有进出人员都接受了严格检查 至少从那个时候开始 失踪的少女就无法从这里离开了 应该也没有机会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 因为那时候,我的工作是负责入口附计拿 这里很难看到黎妮的表演 太可惜了 都怪,但我没有善力之手 就算欢呼声很响亮 我都一直在美露心很擅长这种事了 也就是说 少女没有从这里离开 好的 谢谢你的线索 非常有价值 表演现场值得留意的东西都看过一遍了 不知道琳妮她们和警备队商量的怎么样了 我们过去看看吧 马上就知道魔术是怎么变的了 嘿嘿,我好期待 如果在白松镇有这样的魔术表演 也会很受欢迎 有道理 哎,我要不要学一下呢 能把东西变... 大小姐,本来也无需操心这些事 对啊 我知道了 那我和你们同行办 除了监督之外 我也会进行记录 嗯 谢谢你 这么好说话 如果可能的话 这些课套就免了 我也是为了履行我的职责 你们来了 呃,这边的是 赐霉会的天使 比手枪弹丸更加强有力的帮手 抱歉抱歉 我叫纳维亚,是他们的搭档 对这件事 哦,他们是我的同伴 参与进来没关系吧 我是无所谓 哦,原来有新的帮手 凑热闹的心思更多一些了 毕竟是规模这么大的魔术 谢谢你对我的肯定 那我们走吧 去下面 下面 在这边的魔术箱之下 藏有一个为这场交换魔术 而准备的秘密世界 不过在我揭晓之前 还是先让你们看看 能不能发现一些蹊跷 诶,这儿可不是卖关子 回忆起魔术的种种细节 才能让你们更容易理解的 诶,这里是不是本来有气球和装饰来 很不错很不错 嗯,不过距离真相还有一定距离 诶,门背后 你说内侧吗 很厉害嘛 我还以为你在第一排看不清楚呢 原本这扇门背后是有花纹的 现在那种花纹消失了 变成了光滑的木板 这两个特征加在一起 会让你想到什么呢 哈哈,完全正确 走吧 原来魔术箱下面有地道啊 哈哈,看到这个空间 我想你们就已经明白一大 两个魔术箱所在的地方 看到这里的平板车了吗 装有幸运观众的箱子 会用这个平板车是能够升降的 板面还可以旋转 保证箱子的方向 我明白了 这就是双层箱的作用 没错 内层的箱子 在装进观众之后就会降下去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箱子降下之后 平板车就会靠这里的装置 储存一些能力 对观众来说 只能感受到在黑暗 对啊,我记得 这个嘛,当然是用的流声 我和助演提前定好了 林妮特 他在哪儿? 我在箱子后面的加层里 啊,这样才能配合助演的台词 顺便一提 因为是双子嘛 换个衣服就不会被认出来了 这也是我最自豪的地方 这是只有我和林妮特才能表演的魔术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林妮特走出箱子再回来 趁平板车上的箱子升起来之前 跳进地道 完成 我从观众席的箱子里走出来 这样魔术就完成了 结果箱子里的不是那位观众 而是考威尔 观众更是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完全搞不懂 要是没有这个插曲 一定是场精彩绝伦的魔术 更别说 还有人居然能利用这个魔术来实施 我们四处看看可以吗 这里是重要的案发现场 林妮和林妮特不能留在这里 我就带他们上去了 啊,好了好了 不盯这么紧我也不会凭空消失了 靠你们了 谢谢 这个是什么 绳子上绑了个钩子 嗯,这里奇奇怪怪的东西好多呀 可能是其他魔术里的道具吧 但怎么 不管了,先记下来 地上有水 各位通过的时候小心地滑 说起来怎么这里会有水呢 哦,我知道 就是那种往瓶子里倒水 再把瓶子翻过来 水就这个碎掉的瓶子 难道是平板车 不对劲 平板车始终在轨道上运行 这个距离应该不会撞的 哎,总之先记下来吧 之后一起想 这个就是被选中的少女穿的衣服对吧 就这么留在了这里 人不见踪影 对啊 绑架的话 需要先把万一脱掉再带走吗 我不想当侦探了 完全弄不懂 两个孔子 就是了 你是怎么办 一个人有机的 夫人 就算了 不清楚 让我 什么 这是什么呢 人可以通过 难道说犯人就是从这里离开的吗 一个人或许没问题 但如果要带一个人的话 但也没有其他出入口了吧 有道理 那我就这么 下面好像也调查得差不多了 先回上面去吧 这样一来 现场的情况就基本确定 等麦勒斯回来 我们找个地方整理一下线索 久等了 大小姐 警备队的人他们怎么说 犯人是从通风口逃走的吗 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 那个通风口通向警备队员 已经仔细确认过了 并没有人在表演中和事故之后 从地下室离开 这么说的话 地道就变成密室了 你们知道吧 这就更奇怪了 无论是海尔西的失踪 还是考威尔的死 怪不得弗宁娜这么信心满满 现在的线索 好像全都指向林尼和林尼特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不能取得进展 指控审判 如果指控成立 就会宣判吗 嗯 这就是割剧院审判的流程 在审判期间 最高审判官和预示机会听 是啊 御常混能 双方的发言 代理人的辩护 证人的证词 包括官 嗯 简单来说 这也就杜绝了 最高审判官 训私舞弊的可能性 在双方发言完毕后 最高审判 最后 由官员询问预示机 他所给 居然做决定的是 这个大块头 哇 其实并无区别 两者的判决 总对了 警备队那边 还有另一个效果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决定 作为灵妮和灵妮特的代理人行动 他们担心我们搞理应外合 或者去外面找 就算不是这样 我们 破门而出 我准备好了 喂喂喂 不至于了 我觉得警备队的人的想法还是有道理的 当然了 只是缺乏选择 没办法适应我们每个人的口味 也不能保证营养均衡 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在这里整理线索 有糖分 有茶叶 推理才 我突然觉得破门而出 不是不能接受 开玩笑的啦 我开玩笑的 没有点心 当然有啊 你在说什么 没办法去店里吃 在这里 我明白了 大小姐 那么 请 为什么会有人随身携带烹饪炉啊 为了让大小姐随时能享受烘焙的爱好 蛋 糖 杏仁 我都带了 不愧是你们 那我就开始了 这三个人 好奇怪啊 哇 好香 烤的时候就很香了 我忍得好辛苦 不过我还以为 你烤点心的时候 也会拼命使唤他们两个人 结果从打蛋清和魔性人粉开始 所有的事都是你一个人做的 我在鼓掌 我也在用微笑鼓励大小姐 我只是觉得大小姐穿得这么好看 居然在这里打蛋清 也不怕弄脏了嘛 也没人规定 大小姐只能看书品茶 起码弹琴对吧 我只是很喜欢做点心而已 别小看打蛋清哦 很锻炼毕裂 程度也要刚刚好 这样烤好的马卡龙才不会开裂 来来来 尝尝吧 刚出炉的热腾腾的马卡龙 每个人三个 只有三个 天使吃多了不好 小心等下脑子晕晕的 按键的事想不明白哦 烘茶也准备好了 这是大小姐最喜欢的茶 花香浓郁能让人心情愉悦 神清气爽 不用介意 这是我应该做的 好了 我们来聊一聊正事吧 就像之前提到的 地道是一个类似密室的环境 但是在这个封闭环境中 目前还不存在 除了他们两人 虽然有作案的可能性 可是完全没有动机 对啊 还偏偏选在这种 最引人注目的时候 怎么想都奇怪嘛 地道里的花瓶 还有表演中 听到的那一声闷响 如果海尔西在地道 结果就是 花瓶破碎 她的衣服被扔下 人被炉子 难道 犯人觉得 她是被当众选出来的 不脱掉衣服的话 很容易被人 我觉得有道理 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 是啊 我们找到的线索 好像都不支持第三个人的说法 可剩下的 不论是失踪少女 海尔西 还是死者考威尔 都算是 那 那会不会是海尔西 想杀考威尔 偷偷对道具 做了手脚 再一个人逃走 是的 就算她能对道具做手脚 那也是在知晓 再说了 她也没有动机 紧被队员说了 唉 看现在这样说 真的变成 不过纳维亚 那是当然 这可是我的 五个吗 没关系 吃了就算了 我年纪大了 这种甜的东西 少吃一点为好 不不不 嘴馋是一回事 吃了多少是另一回事 如果我吃了很多 别人就没有了 这个道理我明白 连你也不相信我 我 我 你怎么能这样 我发誓 如果派蒙多吃了 两个马卡龙 那他们就立刻在 派蒙的肚子里 变成石头 好吧 知道了 那应该是 麦勒斯 甲锅 开炉 你要干 每个人 都必须有三个马卡龙 是啊 太麻烦了 是的 小姐 这就准备 蛋 糖 杏仁 好了 点击时间结束了 我打算再去周围看看 虽然还没什么头绪 但比不然上台的时候 无话可说 好的 也谢谢你帮忙 还请我们吃东西 不用客气 对赐梅会来说 这算不了什么了 麦勒斯 希尔福 我们走吧 有新的发现的话 我 用这个时间想想看吧 接下来应该就是紧张的停伤变驳了 估计会花掉很多时间 而且困难重重 想这么多也没用 总之做好准备吧 我的本子也给你 方便你回顾整件事 嘿嘿 怎么办啊 果然还是一头雾水吧 嗯 有道理 这个世界不会发生不可能的事件 不要紧张 就算所有人都怀疑灵妮和灵妮特 我们几个在关 我们都弄不明白的事 我不相信 扶您呢 谢谢你那维亚 那我们去了 嗯 祝你们好运 终于见到你们了 怎么样 老实说 让你是我 不 你们愿意帮忙 我们都很感激 瞧着垂头丧气的样子 你们几位 调查毫无收获 理所应当 有罪之人 怎么可能找得出无罪的证明呢 但不要止步于此 你是我最看好的对手 可别三两下 既然双方到齐 本次关于 那么首先 为了让在场观众都明白案件的前因后果 请林尼先生讲述一下魔术的手法吧 好的 我在这里讲 林尼特会在 那么林尼先生 我可以认为你的正言是 魔术一开始 你就跑到观众席策的魔术箱里藏了起来 无法作案 是这样吗 是的 大 那么 请问弗尼娜女士 作为指控房 当然了 当然了 第一把火 就由我来点燃吧 林尼先生 你在说谎 因为你要掳走海尔西 杀死考威尔 不可能一直留在箱子之中 甚至很长时间 都不在地道之内 这只是你基于我有罪的推断 而做出的推测而已 是吗 那你在箱子里的时候 听到了什么吗 当然是震耳欲聋的倒数声 我靠这个把握时间 创造惊喜 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吗 没有让你留下印象的想 没有了 可是 在倒数到三十多秒的时候 会场明明传来了一声闷响 好 我 我 是不对啊 对啊 那么大的声音 在箱子里的话绝对能听到 我当时就在那附近 很明显的 那个天平 难道就是 诸位 请允许我引用魔术师本人的发言 谨慎挑选 眨眼的时机 你们都看到了 这正是不在场证明崩塌的瞬间 当然 除了瓦解你的不在场证明 我还准备了其他的武器 世上可不会有没来由的自信 我早就准备万千了 你和林尼特 其实是壁炉之家的人 毕炉之家 怪不得会做这种事 原来 少女连怀失踪案是愚人重的高贵 那我觉得 舞台上的意外也不见得上 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和林尼特的身份 与这件事也没有联系吧 哦 确实 那你大可以就在我们的面前 把这一分钟的事 从头到尾说上一遍 对此刻的你来说 脱罪才是第一要务 你不该有开不了口的事 一乡旅人一言不发 看上去非常震惊 接下来就该内讧了吧 这赢得也太轻松了 亏我为了这次庭审 喂 林尼 这种事怎么不告诉我们 请各位保持安静 林尼先生 我想再度确认 在歌剧院听到闷响之时 你不在箱子与地道之内 以及 你与林尼特女士 都是这是否属实 请回答我的问题 林尼先生 抱歉 是的 审判官大人 我就知道 到这里就可以宣判了吧 怎么办 请讲 那么 你的诉求呢 没必要了吧 都板上钉钉了 连请来辩护的人都骗 速经 诉求合理 我们就此休停 一小时之后 你都知道这种事了 竟然还不拒绝 为林尼先生辩护 看来我这位对手的 职业素养 超乎想象 我最爱的观众们 就让胜利的喜悦 没想到这都被水神大人挖出来了 哎呀 这一下就尴尬了 对不起 旅行者 对不起 我都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 问才好了 明明我们这么相信你们 调查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推断 都建立 我不想说很重的话 但我真的生气了 实在抱歉 我知道你们都在气头上 我知道你们在旅途上 和愚人众的各种纠葛 光是听到这个名字 就会让你们不快 但愚人众这个组织很大 执行官大人们都性格迥异 现在我们想要救人 就尽可能多的人 对于这个国家 以及这里的人可能面对的灾难 我相信你我在情感上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只要不把身份放到民面上 我们说不定就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不想对你们说谎 所以我才选择了隐瞒 真相固然很重要 但如果永远摆明一切真相 我们会白费许多力气 是啊 所以由你判断 巧合的碰面 愚人众的身份 职业还是魔术师 错的就是欺骗别人的表演 但还是请你们相信我 至少这次的案件 抱歉 但 就算你们这么说 没错 先听你们的回 当然了 我们一直想知道 浴室裁定书记是如何运作的 后来在调查的时候我们知道 从那时候开始 这就是为什么 观众数六十秒 所以在挑进地道之后 我就靠通风口来到了歌曲 那个通风口 就是为了这一步 在建设地下通道的时候开凿出来的 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到了那个房间后 正准备太匪夷所思了 我十分确定那个房间里 当时应该只有我一个人 那个声音仿佛认出了我 回来的时候 我看到花瓶碎了 地上有衣 之后 就是命案的发 这样的话 确实就听不到那声闷响了 当然也是因为那个预言 这样才能知道拯救大家的方法 这些就是全部的真相了 我发誓 我们会处于这种 失去信任的情况之下 但还是那句话 由你判断 就算你因为对愚人众的不信任 而直接离开 你来决定吧 不管你怎么想 我都会支持你 好的 谢谢你愿意给我们这个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那个天平对灵明 要想办法反驳水神的指控 才能在接下来的审判过程中 寻找真相 好吧 我大概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应该帮助你 你应该知道 我应该知道 你应该不得蹭 你应该是medir 你应该ください 你应该知道 你应该不得精神 双方都已经回到了位置上 那么我们的审判将继续进行 既然在休庭前 林尼先生认为弗妮娜女士提出的新证据 均为事实 那请弗妮娜女士 不枉我等了这么久 来吧各位 请认真聆听 这个阶段 我们只从林尼的视角出发 还原整场事件 首先 在观众的倒计时开始之时 林尼就来到了地道之中 在平板车通过的时候 她打开箱子 与海尔西纠缠在一起 造成了那一声闷响 她没有意识到 声音会大到整个歌剧院都听到 所以在之前的询问中 故意说没有听到 最后 林尼用花瓶打晕了海尔西 为了避免她被认出来 又将她的外衣脱下 但这个时候 考威尔听到异动来到地道 遇到正在犯案的林尼 于是 林尼又打晕了考威尔 把她放进了箱子里 之后 林尼把晕厥的海尔西 通过观众席的魔术 相交给接应的同伙 在操作机关 让考威尔看 这 就是事件的全貌了 对于弗尼娜女士提出的 真相描述 请问林尼先生这边 反驳的关键是 按照时间顺序 林尼究竟在地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新推出 另一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勿体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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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好像不能够唱有效的反 啊 那 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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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这个 这 这个 这个,好像不能够成有效的范... 这个... 按照琳妮的说法,她进入地道后就从通风口离开了 这个...好像不能够...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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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我 我的吗 那样的话 如果卡威尔没有闯进地道 琳妮的布置是要杀谁呢 按照你说的案件专项 琳妮只需要绑架少女来产生新的失踪啊 没有必要在舞台上杀人呀 确实 对对对 就是这样 不愧是我的搭档 形式终于办回来 就 就算你大胆否定我的推断 可又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对的 记得呀 怎么了 如果他全程在魔术箱里 你是说 没错 正是因为琳妮不在魔术箱 也不在地下通道里 才会不知道有说明案件发生的时候 琳妮的确已经通过通风 当初你用来否定琳妮的布在 干得漂亮 虽然用这样的逻辑 那那那 那你们说 如果这件事不是琳妮做的 还会是谁 不许可要作强 请认识 原來還是有第三個人嗎? 死者名為卡威爾 不會吧,你是認真的 兇手就是本案的遇難者,卡威爾 是嗎? 真有意思 接下來我要做的,就是復原事件真相 卡威爾究竟做了什麼 又是如何從兇手變成了遇難者 死者名為卡威爾 是琳妮的助演 歌劇院的入口無人進出 兇手帶走海爾 這個聲音 說不定是緣自兇手 想要兩人同時通過那個通風口很勉強 貴氏 神經的在埃難溝 這回任何無人進出 不然是太陽 她要走牁了 或者是雪個人 藝人家 狼藍 她就在這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要两人同时通过那个通风口很绵 歌剧院的入口无人进出 银泥那段时间都不在地道内 地道中留存着海尔西的衣物 歌剧院的入口无人进出 死者名为考威尔是林尼 地道中留存着海尔西的衣物 什么啦果然还是想不明白嘛 原来如此 虚张声势而已 冷静一点 如果走入死活动的话 就像魔术一样 最终呈现出来的东西 要是能知道让海尔西失踪的手法 只要知道这个就好办了 但所有不是变魔术 一个大活人 总不会像舞台上的林尼特那样 能从 是我打扰 各位亲爱的对手 你们是否察觉到了 如果林尼先生这一方 无法做出有力的发言 我们就将进行下一个环节 林尼那段时间都不在地道内 留给这个声音 说不定是 死者名为考威尔 是林尼的助言 花瓶并非偶然破碎 而是用 我懂你的意思了 如果海尔西不是被绑架 而是就像那个水箱逃生魔术一样 林尼特在我们的眼前逐渐消失 只留下如果存在一种办法 能让人变 等等 我衷心希望人变成水 这怎么可能 那是魔术 怎么可能真的实现 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你们那边的林尼 魔术说到底 这是一种账 不 即便陈相一定存在 而所有不合理的焦点 都汇聚于此的话 由于他是死者 之前我们并没有把目光 过多地放在他的身上 但现如今 案件并没有进展 调查死者的随身行礼 也 人走到穷途末路 难免想出些不高明的办法 我认为这处于代理人的合理诉求 既然现阶段案件难有定论 能够补充证 请警备队员进 调查还在继续 但我们已经取得了很重要的进展 在考维尔的行李中 我们发现了几个装有衣 而在他背包中的笔记本里 原是太寒 笔记的内容表示 考维尔隶属于一个 贩卖违禁药物的组织 有笔记本中 记录了很多安全使用相关的备注 而有一个试管上 写有 笔记里还提到 这个溶解的特性 只对方丹人有效 所以我们认为 由林尼芳提出的猜想 拥有 开玩笑的吧 人可以被溶解成水 这种荒唐事也是真的 等等 这好像让我想起某 人能变成水 所以水箱的真实用途 是隐藏水资 等等 难道说 你们两个快跟我来 大小姐轻等一下 你的搭档怎么办 先跟我来 休息我的直觉 速静 速静 虽然是让各位都很震惊的调查结果 但该线索 目前无从查证 是让其真实性 在失踪的海尔西小姐 仍未被搜索到的前提下 本麻烦警卫队 继续沿这条线索 林尼先生 你们提出 好的 在这个猜想成立之后 很多看似不相关的线索 对啊 比如那个之 好好想想吧 卡维尔的手法 肯定和原始太海之水 有关系 原始太海之水 在海尔西进入魔术箱前 现在看来 那个勾绳并不是 其他魔术的道具 而 死者名为卡维尔 是林尼的助 原始太海之水 在海尔西 原始太海之水 在海尔西 林尼特一直在舞台的魔术箱里 魔术箱的内层 全吊水箱的绳索被 原始太海之水 在海尔西进入魔术箱前 现在看来 那个 又到了名侦探派谋发言的时间 在原本的计划里 卡维尔顿水箱的绳索与选耗器做了事 在装有海尔西的魔术箱下降的时候 铁钩被逐渐收回 刺破了箱子顶部的气球 固定在顶板上的气球爆炸 其中的原始之后 卡维尔进入地道 打破花瓶 隐藏 可是 在地道中的卡维尔 有道理啊 这样很多令人疑惑的证据 都串联上了 完了 连我都觉得他们的分析很有道理 这么看来 现在唯一尚未解决的疑点 就只有卡维尔当时究竟遇到 而他的笔记中也提到 他还 就在刚刚 警卑队和我联系 想要提 请他来到舞台的中央 向我们陈述进展吧 谢谢审判官大人 就在刚刚 我们陆续调查了其他涉案人员的 而我们在林尼的行李中 找到了与卡维尔手势 什么 这不可能 多么有戏剧性的一幕 本该用于反击的这样的话 一切各位亲爱的子民 各位忠实的观众 林尼根本无需参与少女融解一事 她进入与她合作的考维尔 已经 但在林尼返回的时候 心生态 最终林尼打晕了考维尔 我实在不愿意做出 如此残酷又直 林尼先生 我说的证据已经用完了 没办法形成有效的反 难道 想不到 想不到 说到底 那个原始太海之水的新证据 也太有力了吧 而且 好了 在场这么多双眼睛都见证过 想必 这就 那边那位高贵的 万人敬仰 各位 先停一下 这位小姐 请尊重审判的秩序 别急嘛 我这么说肯定有我的道理 变来变去 估计你们都听累了 大家 一场 能够让已经消失的少女 重新出现在我 她 她在说 小姐 我可能会让你失望的 喂 大魔术师 魔术最擅长的 就是混淆式 可当所有人 都将假象 视为真相的时候 魔术又 而那个魔术 才成得上是最精彩 来吧 林尼 林尼特 再来一次 你们是舞台的聚焦点 也是魔术的创作者 我知道了 这难道就是失踪的海尔西 人会溶解什么的 果然 我先说清楚啊 是这个人告诉我 如果老师出庭作证 能让我带罪立功 我刚刚一直躲在外面 听这场审判 因为我很害怕 以为本来是要审判我的 所以 我还在庆幸 没人注意到 结果回过神来 我已经被他带 可别小看我们三个人啊 该从哪里说呢 总之 对不起 可威尔是我杀的 什么 我不是什么海尔西 我的名字叫莉莉安 老家是蒙德的 我听说林尼的表演特别厉害 但我又错过了买票的时间 我就是干这个的 偷东西家常便饭 轻轻松松 从来没被抓到过 结果前几天 在海陆港的时候 居然被盯上了 我好不容易才跑掉 我说哪里有点眼熟 原来那时候的那个 我记得林尼当时 还夸过你的身手不错 我还以为那件事就这么算了 他还说什么 梅洛彼得堡 那不是监狱吗 我吓了一大跳 我先装奏配合演出 准备伺机逃跑 可后来先是莫名被淋了一头水 又有个人跳到地道里想来捉 我不愿意束手就擒 就把他打晕塞进箱子里了 我也没地方跑 只能换了衣服 藏在放表演服的箱子里 直到第一个警备队员来到现场时 我才趁机溜了出去 那个里面能藏人的吗 当我发誓 我绝对不知道水箱会掉下来 如果知道这种事 我不可能把它塞进魔术箱里 我只切材不害命 这样的话 整件事终于搞清楚了 这次要以莉莉安的视角 从头到尾 这个 好像不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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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声音响并不是 现在看来 花瓶里的水并不是用来隐藏水迹 这个 莉莉安担心就这么离开会被认出来 于是 这次 变成 名侦探派蒙时间 莉莉安被意外选中 陷入了惊慌的状态 进入地道之后 突然被 此时 听到异常动静的 因为考威尔不知道 莉莉安并非风丹人 考威尔误以为 原始 两人在扭打的过程中 无处可逃的她 选择换掉衣服 因为自那之后想要离开格局院 就必须接受警备队的检查 所以 我们吃着马卡龙聊天的时候 少掉的两个就是被饿到不行的她偷去的 至此 地道里发生了什么事 也就分 啊 约 精彩 精彩 对于灵妮先生方面提出的说法 弗宁娜女士有无不同 我 请回答我的问题 弗宁娜女士 顺便一提 审判尚未结束 指控方不可提前离场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没有意义了 我输了 真是的 这种手 她像个被扎破的气球 一下子 既然没有意见 那么就由我 封担最高审判官 少女失踪案的实际作案者考威尔 在观众名 只要对选号器做手脚 为了在作案的同时隐藏痕迹 考威尔想到 于是她在水箱的吊绳上做了手脚 利用表演结束时的烟花 达到水箱坠落 隐藏水迹的目的 用于溶解少女的原始胎海之水 最后在考威尔把少女送进魔术箱的时候 她将提前准备好的钩绳穿过了门缝 魔术表演正式开始 装有少女的魔术箱进入地道 钩绳被逐渐收集 按照原计划 少女会在此时被水溶解 可是意识到问题的考威尔跳入地道 与莉莉安遭遇 以为只是原始滩海之水没有力 但对方伸手不凡 搏斗一番之后 反倒是考威尔被打云放进了魔术箱 莉莉安则如其陈述那样 在地道中换衣服并藏身 而灵妮 这段时间都从完整复现的案件 太好了 灵妮 虽然关于莉莉安与灵妮的做法 还有很多需要力 但这起案件 已经可以交由浴室裁定书机 做出最终的 由此我正式宣布 灵妮 名侦探派盟 大获全胜 干得好啊大大 谢谢你们 真的 接下来请解释一下吧 无闻警官 你是怎么从灵妮的行李里 查出原始台海之水的 对 对啊 害得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难不成 你敢 考威尔笔记里提到的同伴 我想并不是灵妮 我 我 你应该很清楚吧 你应该怎么做 快说 不然让你一辈子都去和特许券作伴 我 我也是听令办事啊 我们必须让灵妮 背上少女连环失踪案的黑锅 把嫌疑都推给愚人众 上面说这是最好的机 计划败露 原始台海之水的秘密也被公之于众 你们你最明智的选择 是全盘交代一切 我说 我说 我全都说 原始台海之水 能让人溶解 这东西 还能用来制成药水 冲得非常 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个生意 赚了很多钱 少女连环失踪案 这是被封口了吧 不愧是他们呢 这么心狠手辣 嚣张之计 请在场的所有人 立刻接受盘查 我们就这么回去了吗 话虽这么说 旅行者 派蒙 请你们等一下 林妮 我明白你现在不想和我说话 甚至不想见到我的心情 在明知我是愚人众的情况下 还是为我辩护到最后 直至帮我脱罪 请容许我再次向你道谢 是吗 可是不论如何 我并非是带着任何目的 或者恶意来接近你的 一直以来 我只是以林妮这个个体 我身在愚人众一方 也只是像我这样的孤儿 与壁炉之家的利益一致而已 当初 我们的父亲 也就是仆人大人招募我的时候 仆人 那位愚人众的执行官吗 没错 既然说到这里 提出 在父母去世以后 我和林妮特两人 只能流落街头 为了谋生 我偷偷观察路边 卖艺的一位 我带着妹妹走了好几条街 想不到我们的表演 很受欢迎 吃饭的问题 很快 一个贵族找到了我 说看过我的表演之后 一下子从孤儿 变成了贵族家的养子 我们最初也是这么觉得的 好像命运又站在了我们这一边 从此可以告别过去那 可是我逐渐发现 说是养子 但其他不断将我带到各种宴会上 那好像 也 在一次宴会上的表演结束 到家后我等了很久 我得到的回答是 啊 风丹的法律 难道不能制裁这种人吗 外人看来 只是单纯的领养和寄养一类的关系 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办法规避调查 我问到了那个所谓大人物的宅邸位置 这间月光之下 仆人已经将那个家 他在父亲 哦不 你与我们利益一致 碧炉之家欢迎你 刚刚被贵族背叛的我 一时间也难以相信他 不过很快 仆人大人也抹出了最初收养 于是你就和妹妹一起加入了碧炉之家吗 仆人大人 他得到了智东女皇的 他也相信那个预言是 而且今天这个案子 布法地公馆的大家 包括仆人大人他 毕竟对我们这些孤儿来说 除了 小刀发放魔术口袋 大刀偷取神之心 都是为了应对预言吗 没关系 我理解你 我也希望你能明白 即便我身处碧炉之家 也从未失去过自己的 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 欢迎你随时来找我 我会以林妮的名义帮助你的 拜拜 林妮 哎呦 等等 可算找到你们了 怎么庭神一结束 你们就没影了 那维亚 你找我呢 事情还没结束呢 我感觉 我们离少女连环失踪案的真相 嗯 虽然听你们这样说 感觉有些意外 不过也是呢 不好意思 是我有些太自作出 那维亚 别这么说 唉 跟你们一起调查案件的时光 真是快乐 怎么说呢 像是在一潭死水中 忽然注入了新的水流一样 也似乎注入了新 我这个人就是很容易念旧 哦 对了 散伙饭 我们去吃散伙饭吧 还要这么正式吗 我只是喜欢给每一段重要的回忆 画一个完整的句 而且只是吃顿饭而已 应该不会耽误你们太多时间的 其实只要是纳维亚老板请我吃饭 我都会很乐意去的 不用考虑那么多了 那就好 我们先回封的 好诶 散伙饭